今天开始之前像以前一样 为大家算了几处圣经 我给大家读一下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 他说 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烦忧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语言 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 老年人要做异梦 约翰福音十章那边 主耶稣说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以夫所书一章 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 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要照所安排的 在日期满足的时候 是天上地上一切 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 同归于宜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再进入我们今天的学习 创造我们的祖 万物都是在你的爱中被造而出现的 你对所创造的天体和大地 并其中的生物都非常爱惜 看为美好 人本来活在你的面光中 受托父为你管理大地 只是 人选择了不愿意信靠你 把自己和大地 从你而来的荣美 给损坏了 我们都如迷失的羊 主啊 你是那好牧人 来寻找我们 我们也欣然地跟随着你 愿你帮助我们认识你的声音 愿你赐我们异象与异梦 愿我们从你的话中 得着属灵的生命 愿我们能成为主旨意的生言人 谢谢主今天 与我们的灵修时光同在 奉主耶稣的圣名 感恩祈求 阿们 好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slide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那去年我们交的时候 没有讲到三一神共舞律动的这个事 那我们上一课就加了进去 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更深地去认识 大家要思想的就是你学了这个三一神 他自的共舞 那我们与神共舞的时候 真实的生活的应用是在哪里 所以这是今天我补充在这边的内容 那三一神它是个灵 它是没有肉身的 我们上次大家在谈的时候是用肉身的比喻 比如说和谐啊 你的脚不要踩到我的脚啊 我的手捉住你的手啊 我的身体靠着你啊 这些都是我们我们用肉身层面去想 说怎么跳步 但是如果神没有身体 它是个灵 那我们就不能够应用在 我们是更深地应该知道怎么应用在心灵里面 在这个内在人心灵的层次 而不是在思想怎么样外面的人的那些 就是你的肉体可以感受的这个 所以我们如果真是这样去思想神的舞动 这个舞在三一神在时空里面 生生不息的这个舞步 我们一想那你又想到 神的救恩计划 他不是只是救你啊 他就传世界所有的一切 之前之后那么多 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集体舞啊 所以神除了带领我跳舞 他也在带领别人跳舞 大家一起去跳的 所以这个又复杂了很多 那所以我们就说 神他自身的舞动 他开始的时候就是创造 神开始舞动 到了他舞中的时候 就是等于说当天上地下 我们刚才念的那些圣经都传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了 那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 圣经没多讲新天经地以后的事情 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道 是intelligence 其实这个道也是就是智慧 intelligence是智慧 那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那如果你看他智慧 他所造的就是 所有一切有生机性的万物 他都有灵跟体的两面 所以今天的科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了 就是说他们连 就是他organically你去找 你去量夺 他里面有一个精神世界的 不是只是这么外面一个物质 所以虽然我们人当然很清楚有 动物我们知道很清楚有 其实现在科学家已经都研究到很多 植物全部有有感情有什么 你用仪器去量他的时候 他会告诉你 所以在这个方面 一这样想的话 那就是说所造的万物 基督一直他造了以后 他就等于说耶稣制 道成肉身给我们看 他就是自己里面 就是道 就是神自己的精神 神的精神来把肉体 他创造了这个物质连在一起 他一直生活 他就是道成肉身 神跟神性跟人性 连在一起没有分割 那他又说 圣经又说他是 耶稣是万有是借着他拖住的 一直以来 所以那就是说 其实耶稣就是好像 万物都是有一个精神跟一个物质 然后两个都不能分的 这是有表里两个的 所以耶稣就拖住这个 也拖住这个 所以如果那我们就想 那这个在大自然 那在人 那在神自己 神自己在如果耶稣身上 到后来他升天以后 变成更荣耀 他那个人性带进去了 有了人性的 神性跟人性结合的 他重生以后到天上 是带着他的精神 就是复活给你们看 所以不是说他又化成精神了 就没有物质了 不是 所以这样 你这样一想 这真是很奥妙 那 那所以在这个宇宙 如果我们要跳舞的话 我们就是 包括我们跳舞 这个集体舞的里面 有什么对象 神吗 人吗 就是说跟很多其他的人 还有大自然 三样 他们都在那边 其实都是互联 互相连结 也互相影响着的 那所以 那作为神的儿女 圣灵内住在我们心里 那他又无所不在的 充满万有 那你要体验这个舞蹈 人就只能够靠 他的内心的灵觉去感应 而且我们个别有属于我们个别的舞步 那就是属于我们个别的生命 就是整个生命活在哪个地方 属于什么男的女的什么 我们这个有一个位分在里面 然后 但是在我们周围 神没有说只有我在一个孤岛上面 什么都没有的 不是啊 我周围都有大自然各种的环境 东西万物 又很有其他的生命 宠物也好 家人也好 朋友什么都 都没有离开过 就是说就在我们身边 在那边动着的 所以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 很多的精神在你身边的这种互动 所以 那我就想说 作为神的儿女 那我们 这样去意识这个 宇宙生命的 舞词 是什么 在哪里 然后参与这个 复杂的舞动 又应该怎么样呢 我们又去怎么思想这个事情呢 所以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我自己呢 问这个 我也没想过以前 所以我这几天我就想了 神就给了我 很多智慧 你大家来讨论一下 我们应该怎么意识这个宇宙生命的舞词 跟参与这个复杂的舞动 你有什么看法 或是有什么感想 我交给Linda去带领这个 那 俊波你怎么跳啊 你和神在一起跳舞吗 实际上就是和神在一起互动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就等于是在和神互动 和神在一起共舞 一起饮嚼爱这个神的话语 对吧 你这饮嚼爱吗 你毕竟是受误做的 我在读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 读到一句说 你借着信得到救恩 并且得到救恩 还站在这个救恩的恩典的面前 这个进入了 尤其是当我一读到这一句话 进入了 好像就真的会感觉 自己身体一动一样 一振动一样 进入了 平时读圣经的 就是频频的一句话读过去 就是读过去了 当我读到这句话 你就借着信 就进入了 并且站在这个恩典当中 这个进入了 就好像在我的心里面 跳一跳一样 我的心好像就动一动一样 我就感觉得 这个就是神 我在读话语的时候 神就与我共舞 在一起 一起这个互动 这个饮嚼爱 神就让我明白了 我就进入了这个恩典当中 我与神在一起的 这种欢要的心情 神的灵与你的灵 合一 你接受他进来 其实这个跳舞 就是神给你的 就是不一样的 这个角色 不一样的对象 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我会觉得 比如说 上帝让我 跟一些弟兄姊妹 开始了一个读经 已经很多年了 那也是舞步的 其中的一种 你说与神共舞 那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神太伟大 我每次到教会 我就是巴不得 冲到台前去 在那里向神站 向神跳舞 在跳舞的时候 神会给我很多的亮光 不断的看见 像昨天我参加一个会 听一首诗歌的时候 我就在默想 我就好像体会到 耶稣他的心脏 和我们的心脏是一样的 他的肺脏 他里面的身体器官 和我们是一样的 我觉得 太伟大的事情了 我可以体会 而且我也很喜欢去体会 好像圣法兰西诗歌 他在田野里面 他喜欢讲道的时候 有很多动物围绕着他 那些松鼠 那些鸟 兔子都不会离开他 我也喜欢去 看着田野的一切 我在里面 不断的向神 歌颂他的伟大 甚至于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看着每一样水果 蔬菜 我都会不断的说 神好伟大 甚至于我每天在打鸡蛋的时候 我都说神好伟大 哇 怎么那么伟大 与神共舞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 神祝福你们 谢谢 阿们 所以我的领会就是 无论你在做什么 像Gwendy说在睡觉 或在俊波在读经 或是实际的在跳舞 不管你在做什么 如果说你在那个时候 完全敞开与神一起的 那就是共舞 下面请Leno把这个继续 今天 那我们今天温习的主题 就是像去年我们教导的 这个主题说 怎么主要主动去接收 与捕捉这个灵感 不要被动的在那边 以为我等神 听到神好像我是什么先知 有花怎么来 我要怎么才在那边等 其实神是喜欢我们主动去进入他 去意识他 去跟他互动的 所以这个就是说主动去接收 那约翰曾经说过 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 将他表明出来 那主耶稣就告诉门徒说 到那日 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我也在你们里面 复杂这个关系 那主仿佛在说 在新约里 他会把人带进父的怀抱中 因为他 因为他在父的怀里面 所以 如果我们像保罗说 基督在哪里 我们在哪里 我们在基督里 一直进到神里面 那基督是在 父怀他的爱怀 在里面的 所以那就等于说 他会到那日把我们带进 父的这个怀抱中 那这是一种很神庙 跟很亲密的关系 所以神 他是等待人去发现 他吸引在人灵魂的深处 所以我们就要出意 安静去亲近神 才发现神 在亲近我们 所以那以下呢 我们就 以前就学过 就温习一下 这个聆听神的声音的 有四个钥匙 那这个是 曼霍尔的牧师教的 那第一个钥匙 就是说我们要安静 进入神的面光 那就是说 学会放松身体 集中注意力 从理性的分时 进入直觉的意识里中 处入 进入独处 静默 来操念我们的心灵祷告 将头跟心 在神的 神圣的爱里面 融合起来 不要分割 然后心灵的祷告呢 就要求我们 排除所有的分心 担心 烦恼 让神来成为我们 唯一所思所想的对象 就像Wendy讲的那些 那样 那外来的干扰 是属于大脑 左半球 理性思维的活动 如果你用那个时候 去量你的脑电波 你使用的里面出现的 就是Bita的脑电波 但是呢 如果用图像 音乐之类的一些 直觉的出现 多数是来自于 你的Alpha的脑电波 它是在进行着 右半球 脑右半球的感性思维 所以感性思维的 你直觉的 这一类的进去 不是思路的 逻辑的那个 它的电波 两个电波是不一样的 所以人安静的时候 就是尽量的希望你 离开那个Bita的脑电波 安静下来 让它停停停地 开了进入另外一个 神经状态 其实是这样 所以人要秉除 来自左大脑的思考 把它转移到 你右大脑的直觉中 所以这个就需要 安静 放松 进入 休息状态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 钥匙 就是说 那你如果 进入这个 安静了之后呢 那你开始 内心里面 就专注 把你的眼部 用你的眼睛 可以也用你的耳朵 先讲 用你的眼睛 这就是 你留意 你去想象 一个主耶稣 出来 这样 好 所以这就变成 你里面的 留意 有没有图画 发行一些意象出现 所以这个意象 在这里 我们指的就是 心眼看图 visualization的意思 不是说 我有一个意象 我明年 我以前以后 要当医生 我要什么 不是那一种的 意象 是visualize 所以这个 这才是一个 真正属灵的相遇 发生在我们的 英文叫 Holy Imagination 中文就是 神圣肖像 这个操念 然后一般 我们做这个操念的时候 都会 你可以祷告 就是叫神 来到你当中 耶稣保水遮盖 你要把你的 想象的这个功能 交给神 他变成是 捷径的 Holy的 然后神来操作 然后就看他 他就会出现 有什么意象 这样 所以这个操念 就等于说是学习把 与神 邂逅 跟 化学 你读经 里面的一些内容 在内心里面 把它 影像化 就像你做一个 导演 弄一套 电影 拍几个 你我 上面的 而不是用言语 来描写 他 就是 那这样子 这一种的功能 这是其中的 第二个钥匙 是使用你内在的眼睛 看图 那第三个钥匙呢 就是 你要聆听 Vema 就是 Vema 我们就说是 即时的神的 启示 话语 启示话语 所以呢 你要聆听 让你的心思 就跟着一种 内心直觉的意识 涌流 你就跟着去了 所以如果 如果他 你听到话语了 不是看图话了 你可以 一边听 一边记录 如果说 你很多话 那有些人 写不得那么快 用个手机 去把它录起来 以后再写 这样 或许 如果你 当时那个 永流是 看到意象 那你就可以 直接把字 投入进去 好像你 进到电影 影片里面一样 跟主同行 这种影像 一直发展 他可以发展 你就留意 聆听 主耶稣 讲什么话 或许 他跟你之间 怎么传神 或许 动作什么 这是留意一下 那些细节 这样就把字 专注在这个里面 所以当你这样 做的时候 其实你不知不觉 就排除了 左脑的 所有的干扰 你就 你就走神了 你就会进入 灵里面去了 然后这样 第四个钥匙 就当你有了 这一切之后 你就要写 属灵的意义记 就是说 你在灵星的时候 与神 对话的记录 写下来 而且最后 最好 你发展 跟神是 一问一答的 双向的对话 不是只是 他一个人讲 你都没有反应 发现 总是你讲 神在那边 默默无言 这是一问一答的 这一种的对流 是最好的 所以呢 我们就是 神是用 用人能够明白的语言 来告诉你 那你就可以写下 那些字 这样 或许 唱歌 写歌词 什么情诗 什么都可以 或许 神可以用 用意象来传神 那你 你就 你就不要写了 你一直看 看完以后 你就回忆 把你的 那个意象 神出现 当时怎么 你后来 把它记起来 这样 所以我们的灵觉 就是要这样子来 被操念 被激发 使用了 那以后 我们灵里面的 那个敏感度 才会被 培养出来的 那我们来 看一下 下一个slide 这里就有一首 诗歌 就叫做 圣灵大 大地的母亲 我选了这个歌 是因为 它给我们一个 一个比较大的 big scope 来思想 这个三一神的律动 就是在这个宇宙里面 我选了这个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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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И заслужені очи блакитні твої И твоя незрадлива материнська ласкава усмішка 你被嘱吹 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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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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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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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В тихім шелесті трав з джебетанні дібров І на тім брусничковій оживе все знайоме побою І на тім брусничковій оживе все знайоме побою І де кеймс твой розлукар, твой άмма те ринска лукар Дякую за перегля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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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а перегляд! за перегляд! Дякую за перегляд! Дякую за перегля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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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за перегляд!